您不能不知道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今天在高雄热煤 飙出了36.9度的高温 报复提早进入夏天 火厂的民众就在问 难道这个梅雨季 已经提早结束 甚至是直接跳过了吗 西向专家就说了 其实5月初 在5月4号到5月8号 有一波封面 当时还记得吗 其实是有下雨的 已经算是入煤了 不过接下来 可能只剩下两波梅雨封面 热月初之后 有机会提早出煤 甚至入夏 也就是夏季型的天气形态 提早来报到 那么就连台风季 也会提早来零 太阳当头天气闷热 高雄月煤 甚至来到36.9度的高温 仿佛夏天提早报到 那5月6月的梅雨季呢 次向专家说 5月4号到5月8号 有一波连续封面 已经算是入煤 它降雨的特性来看的话 可以说是5月4号到5月8号 那几天 可以说是真的今年第一波的梅雨 我们的5 6月都是同身梅雨季 那至于西南风起来的一个 造成一个时间点 还是要等梅雨季结束之后 才有办法请长期客来做一个统计 此项专家说今年梅雨季比较不明显 还在脸书破文说 估计接下来20号左右 以及5月底6月初 会有梅雨封面报道 但是依照预报 6月初之后 有机会提早出煤 甚至录下 也就是说夏季的天气形态提早报到 大概6月中上旬 就可以说是进入夏天了 今年大概差不多早半个月左右的时间 甚至现在目前预测来看的话 甚至台风有可能也会提早会生成 就连台风季可能也会提早来临 而且不会提早结束 整体来说 台风季可能会拉长阵线 专家推测 也许跟全球的极端气候有关 民众得提早做好准备 江先生 陈庆顺 台北朝道